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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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民主黨永遠有兩個戰略方針 第一個就是所有反對我們的人就是種族歧視 第二個就是槍枝太氾濫了 OK? 美國又有一個大屠殺發生在佛州 這次是一個幾年前曾經在精神病院待大 72個小時的一個 neo-nazi 新納粹的成員 他有多種族歧視呢 他把很多納粹的萬字旗 標誌放在 刻在他的槍上 然後去了一個 Dollar General Store 打死了三名黑人 很糟糕的新聞 Ron DeSantis出面到當地 說要幫助當地的社區 幫助這個城鎮恢復平靜 親自的出面指責這個新納粹的神經病 然後在當下馬上就發出了這個 民眾就出了這個叫罵的聲音 不只是左派而已 還包括 共和黨川普的支持者 那我不知道他們在罵什麼 他們是在說 州長不應該出面指責白人至上的行為嗎 這裡有一個民主黨的市議員 叫做 他出來對那些大吼的人 叫他們閉嘴 說沒有人想要這樣的事情發生 我們都不允許暴力在我們的社區裡面 我們是站在同一陣線的 不要被黨派跟政治目力操控 這個是我們應該要表揚的 沒有錯一個民主黨的市議員 這樣子才是應該有的行為 當事情發生的時候 當災難發生的時候 我們應該要站在一起的 我們不應該分黨派 這個時候就是要建立社群 大家可以意見不同 但是當悲劇發生的時候 我們是要團結在一起的 在做中文保守派的頻道 就可以看到 有一部分的人 是想要看到美國崩潰的 有的人看我們的節目 是帶著嘲諷的心態看的 就是美國很爛啊 台灣很棒 中國很棒 香港什麼 哎呀美國完蛋了 他們是這個樣子看 甚至很多基督徒看的時候說 這樣子的話就表示 耶穌快來了 哈哈好棒啊 Run the Sentence做得很好 第一時間馬上過去現場 沒有跟記者會在那邊說什麼 No comment 然後在海邊度假一個星期之後 才去夏威夷看火災現場那樣子 所以這位民主黨的市議員 做得非常的棒 然後我們無法想像的是 既然有川普的支持者 在當下為了這件事件歡呼 Laura Loomer 想當川普發言人想瘋了一個女的 在歡慶當下有人對著 Ron De Sentence 吼 說 De Sentence 根本就不應該在這個活動上面出席 他說 我非常開心他被虛了 他就是個沒有誠意的人 De Sentence 州長被虛 同時這些佛州的這個 Jacksonville 槍擊案的受害者 今天就是為了要在他七月的時候說的話 來咬他的屁股的 英文說得很難聽 OK? Bite him in the ass Come on OK? 有點風度好嗎? 這個就是川普的支持者 我們每次在罵左派 就是因為他們把每一件事情都政治化 那我們在幹嘛? De Sentence 現在暫停選舉 他現在在佛州 他是那邊的州長 他排除萬難 暫停競選 去那個地方抵制 聲明這樣的事情 這樣的錯誤 一點都沒有錯 這次槍擊案很明顯的是一個白人至上種族歧視的攻擊 根據華爾街日報的報導 星期天時 當地的執法人員 確認了這位21歲的白人槍手 在當地的Dollar General Store 屠殺了三名黑人的被害人 之後自殺 當地以及聯邦都承認 都認定 這是一場關於種族的攻擊殺人案件 仇恨犯罪 這名槍手最終結束了自己的生命 身上帶著手槍 以及軍用形式的半自動步槍 上面刻有納粹的萬字旗 根據Jacksonville的警官TK Waters的說法 這很明顯是一個針對黑人的種族仇恨攻擊 我們在這城市的好和正確的民眾 我們拒絕這個無罪的犯罪 這個公司會不會留下 直到這個檢查完結 所有的責任都被擔心 那我們就來看一下這個槍手的動機跟他的思想 這個槍手過去沒有犯罪紀錄 但是在2016的時候 有被他的家人指控擾亂家庭 就在家裡啼笑還是怎樣 遭到警察調查 2017年的時候 他被關到精神病院 72個小時 來觀察他的心理狀態 那我想要指出來的就是 當白人至上的人開槍的時候 我們一定馬上就知道了 他們的動機照片宣言全部一目了然 但是如果是一個明顯的反基督教 反基督徒的槍擊案發生的話 我們就絕對什麼都不會知道 各位還記得Nashville 就是我之前很想翻過去的那個城市 一間基督教小學裡面死了三個小孩三個老師 然後槍手是個變性人嗎 到現在警方都還沒有公布他的宣言 反正很奇怪 好我們回到今天的重點 當然全部的人都在指著這個槍手 跟這個槍手的行為 包括拜登 拜登第一時間就出來說話 說我們不應該活在一個國家 黑人的小孩跟黑人會害怕去上學去買東西 只因為他們的膚色 沒有錯他說的是真的 我偶爾就是邀請大家幫拜登拍拍手 然後Ron DeSantis也出來說類似的東西 就是譴責這個槍手 以及這個槍手的思想還有行為 我們來看一下 最後這個警察局的警官 TK Waters出來聲明 我知道你們很想把這些事情怪到槍枝上面 但是這一切跟槍枝一點關係都沒有 而是這個持槍的人 剛剛這一段就是主流媒體 永遠都不會讓你看到這一段 他們會告訴你白人至上有多糟糕 槍枝有多麼可怕 哎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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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永遠不會告訴你 是一個神經病抠下反擊 一個壞人抠下反擊的 黑人也有很多保守派 黑人也有很多支持憲法第二修正案的 這個是我們的媒體不想要讓各位知道的 昨天有一位觀眾 看我們上一期的節目之後寫了Email跟我們說 他想要Cancel AI News每個月12塊美金的支持 因為AI News變成一個川普的Fan Club 因為我們那天三個新聞都跟川普有關 因為那一整天全美國的新聞都在報導川普被逮捕 然後喬治亞洲拍了一張美國的政治圈 永遠都會留下來的照片 還是因為我們沒有講到你權力支持的Desentis 我在乎的不是一個月12塊美金 我只是希望這位觀眾可以想 我們是極少數的中文新聞頻道 不是在追著主流政治新聞跑的 我們報了一堆當地 我們這邊當地還有其他地方當地的新聞 我們加州的校董會的新聞 我們親自去校董會訪問那些人 我們報導了紐約被打了一家華人 而且並不是這什麼stop agent 可以站在華人這個地方只因為他們的種族 我們花的最多篇幅的就是最沒有人看 最沒有人在意的教育 目的就是希望所有的父母都起來變得剛強 可以改變這個時代 川普在他自己家裡辦LGBT趴 慶祝同婚通過的時候 我們是首先出來指責川普的 川普在墮胎議題上面動搖的時候 我們是首先出來指責川普的 當川普的行為違反聖經的時候 我們是第一個出來說的 我們每一期都在講 我們不能靠這個世界的君王 我們要靠著耶穌基督 我們要靠著聖經得勝 我們要掌握我們的人生 至於我和我家 我們必定侍奉耶和華 然後你既然說我們是川普的Fan Club Ron DeSantis做好的地方 我們就會講出來 川普做好的地方 我們就會講出來 當他們兩個做壞事的時候 例如用AI做圖 讓川普去親夫妻博士 或者是在競選廣告裡面 放納粹的標誌的時候 我們就要說出來 我們支持川普 但是我們不可以跟今天我們新聞說到的 那位Laura Loomer的行為一樣 為了攻擊而攻擊 只因為川普就忽視 現在在生活當中發生的災難 我們不可以掉入那個樣子的陷阱 不然我們就變得跟左派一模一樣了 變得只在乎政治 而不在乎正義 感謝大家收看 我是Ethan 更多美國情報 請持續關注AI News 做法